兩層樓高的黑網 擋住後頭整片菜園 種著老葉 尋常不過的農地 竟然只是幌子 這裡其實是 偷油集團的反案現場 跑開土堆 露出整條運油管線 抽油設備還有減壓器 與三個油槽 以農地做演示 大膽竊取軍防战斗機 專用汽油 製造一些農地的設施的時候 用一種禮貓煩太子 甚至於說戰雨法的模式 然後組一個比較高的圍裡 那我們同仁就覺得非常可疑 兩名嫌犯下重本 斥資一千多萬 購其運油設備 沒想到抽了20公噸 才要用油管車載走 就被巡邏員警 發現人贓巨貨 大概有 價值大概一千多萬左右 先投資 然後再做一個長期竊取 軍方輸油管油料的一個做法 有一千多萬還不好好使用 以為用減壓器騙過軍方監測 再以農地掩飾就可以輕鬆賺進更多鈔票 可惜最終還是栽在警方手裡 記者許玉露一針台東採訪報導